刚刚是写在第11列 不过我想说放在上面好了 这样会比较好找 所以刚才放上面好了,U跟列 所以其实上面跟下面的资料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如果说我要针对End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直接输出 我就不输出公式 因为其实输出公式差不多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会直接输出结果 该怎么写 就输出那就优劣,然后清除掉 写的方式一样,第一个我们先写一个Sub 第一个 直接在VBA这个地方 先写一个Sub业绩 范围的话一样是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7列 范围是这样的 然后比较特殊的是 它的哪一个条件 所以销售量跟销售金额必须要20跟8万 有两个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在VBA里面 如果你先写 因为之前我这有交一个 有没有,交第一个 如果它的哪一个出生格呢? 这个出生格 里面的资料大于20的话 那如果第二个条件的话 而且是要连击的话 记得,我们就把它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后面 空一格 and 直接打一个and就可以了 and什么呢?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要大于8万,那怎么做比较快呢? 其实一样,把这个储存格的 资料先放过来 然后呢,很简单 把这边改成D 因为把它复制过来 直接改会比较快 不用重挡 然后呢,它怎么做? 第二个条件 大于8万 大于8万 好,那 当然你这边打小写移开 应该会变大写 有没有,这边变大写 OK 特别注意哦 所以如果你有 一个以上的条件 在VBA的话 写的方法跟那个在函数不一样 还说是写在前面 在VBA的话呢,是写在中间 第一个条件 而且第二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这个要为true 这个也要为true的话 它才会跑这个叙述 反之的话呢,就跑这个 OK 就这两个都要为true哦 两个都要才是and 那如果偶而的话 就是其中一个为true 那就会跑这个叙述 OK 这差别在这里 好,那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跑的话 理论上跑出来的结果呢 应该会跟刚刚那个部分 是一模一样的 OK,来吧 执行一下 输出 有没有 一模一样 OK 那只是差别哦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 你要有第二个 这个条件的话 那你就是把它写在后面 那如果还有第三个怎么办 一样嘛 你就再把它空一个 and 然后后面继续写第三个 不理论上比较少 这样一直写 大概写个一个两个 差不多 OK好 那 清楚的话 这个不用讲 清楚的话 跟刚刚 只是说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那个清楚的名称有没有 因为刚刚已经用掉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用一样的名称 像之前蛮多同学哦 常常出问题的地方都是哦 清楚 这边一个对吧 上面又一个一个清楚 那会造成怎么样 名称一样 那名称一样哦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要指向他按右键哦 哇 他会出现什么 Module 1 会变成这样 前面要多这个啦 因为如果假如说 你的sub里面有重复的话 他就会跑出这样的状态 OK那怎么办 可能哦 还是必须怎么样 把有重复的找出来 就这一个 那改个名称好了 不要叫 哎 叫什么 业绩清除算 OK 那业绩清除这样 然后把它清除 这样OK 那偶额的话呢 怎么写 其实偶额的部分哦 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只是差别是把中间这个改成偶额 OK 第一个 所以我写出来类似像这样 可以把上面的复制下来改哦 那我只是把业绩后面加一个OR 或 然后第一个条件是B欄 就这个销售额必须大于20 或者是货哦 OK 销售额必须大于6万 第一个或第二个 反正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 那就会跑这个输出了 那执行 那理论上应该是 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其他的话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因为这边又有个清除的话 那我就把它改变一下 业绩偶额清除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不会重复了 不会重复的话将来 你要产生按钮的时候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出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来画面先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